不同的信仰 他们又怎样能够在一起 过得那么幸福 那么融洽 那样荒谬 这也正是我们应当学习之处 我们今天看佛经 不能把它看偏了 佛经上所说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 就是无量无边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思想 集合在一起 过一种真善 美会的生活 这个才是此时真相 世尊 跟一切祝福菩萨 唯一的要达到这个目的 用什么手段 教学 教学的目的 是要让一切众生 把宇宙人生的根源 真相认识清楚 所以祝福菩萨 所以祝福菩萨 确定不是说 他的知见是真的 我们的知见是错误的 强迫我们 要接受他的看法想法 这个是做不到的 凡是勉强家喻别人的 别人不会接受的